而在另一边乡 土著团结党总秘书拿督威拉马祖基 下午发文告说 土团党将会向国家元首提名党主席 丹兹里慕尤丁成为第八任首相人选 这是土团党国会议员 连同俄迈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阿兹敏 以及派系成员 今天中午召开会议后达致的协定 马祖基说 慕尤丁受到土团党36名国会议员 共同推举 而在同一时间 巫统和伊斯兰党也共同发表声明 两党的57名国会议员 支持慕尤丁出任首相 两个阵营加起来的支持票 慕尤丁目前是已经获得了 93名国会议员的信任 比西蒙的拿督斯里安华多了一票